金门是一个小型独立的电力系统 发电机容易受负载的变动影响 不易维持供需平衡 随着节能减碳的趋势 金门地区配合政府的能源转型政策 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逐年上升 在109年已出现瞬间发电占比达40%的情况 而金门供需特性因低压用户增加 让傍晚负载高 中午太阳能发电多 导致传统发电量低 今年累月形成压子曲线 也考验系统调度能力 于是台电公司积极推动金门智慧电网计划 其中所部署之三道防护机制 以大幅提升电力系统稳定度 第一道防护为塔山电厂新设9号10号机 这是两部高效率低排碳的新世代柴油机组 是稳定系统的最佳帮手 而第二道防护则为下行除能系统 功率型除能反应快 可于0.2秒输出电力 达到快速救援防护系统之目的 另外能量型除能续航力强 适合转移太阳能发电 可将压子曲线效应降低 以提升再生能源并网量 最后一道防护为及时卸载需量反应方案 在紧急状况下 优先卸除自愿停电大用户负载 避免影响民生用户 这是台电与大用户共同守护导民用电 达成双赢的措施 此外在塔山电厂的能源管理系统 汇集发电机组 除能系统 输变电网络状态 负载与再生能源预测等资讯 进行分析并提供系统运转方案 让系统长保稳定状态 台电公司自106年起 于金门推动智慧电网计划 包括除能系统 及时卸载需量反应方案 先进电网管理系统 IEC61850智慧电电锁 电动车充电桩 及功能电厂等 藉由这些计划的推动及建制 使金门电力系统脱胎换骨 这是台电数位转型的一部分 也是未来必须继续努力的方向 电速摄下来